哎呀我的天 这 哎呀 哎呀 这爸谈的咋样呢 通过我这个造型还分析不出结果吗 跟我爸谈的还行 那公鸡不干了 胖子就把我倒出来了 哎呀你赶紧解决呀 你这一天那街路邻居竟给我打电话了 说咱家半夜鸡叫 都管你爸叫周八皮 有起带头作用 必须大一灭气 怎么的 我把我爸给灭了啊 哎呀我把你鸡灭了 你拉倒吧 我把鸡灭了 我爸非把我灭了不可 哎呀我的天 咱爸以前也不这样啊 现在这皮鸡咋这样呢 是 一开始也不这样 自打我妈走了以后 我爸这脾气就越来越怪 我分析他为啥养鸡呀 他是因为太孤独了 你看我呀工作又忙 我又不能经常回老家看他 所以我没办法 我才把他接过来 我怕他出事 哎呀你说老人寂寞咱能理解 你说养个猫 养个狗都行 干嘛非养只鸡呢 我分析啊 我爸是想念我妈了 因为我妈是属鸡的 哎呀不对呀 要想你妈应该养只母鸡呀 她才养只公鸡呢 那就是想我爷爷了 你爷属鸡的啊 我爷爷不属鸡 我爷年轻的时候养鸡 不过他养的不是这种鸡 他养的是斗鸡 你没见过斗鸡吧 没有 这样的 我跟你说啊 你就知足吧 我爸幸亏养只公鸡 这要是养只斗鸡 刚才我进去我就出不来了 你我的妈 这可咋整啊 自从你爸和这鸡到咱家来以后 咱爸咱妈被吵得都出去住了 再这么下去 咱家就全搬出去了 家里就剩你爸和那只鸡了 小点瘦 哎 还有呢 这个张警官啊 到咱家来两次了 你爸每次见着人 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的 我跟你说呀 我就担心这事 我爸现在跟那张警官 俩人是杠上的 我爸说了 要准备写材料 要告人家张警官 哎呀 那怎么行 人张警官多好一人呢 咱不能让好人受委屈了 这我当然知道了 那你想想办法呀 想办法 喂 哎 张警官 您一会来我们家呀 我知道 有很多人向您反映这个情况 你这样张警官 这个事挺难办的 但是您相信我 我一定把它处理好 再给我一点时间 好吧 好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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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哎呀 回来了 哎呀 做什么反货啊 哥 赵刚子 一会儿不见 怎么变鸡毛胆子了你 看他那个熊样 他就像是一只 斗败了的公鸡 被鸡打败了吧 哎呀 堂堂的物业经理 赵刚子 知法犯法 你违反规章制度 你 被一只鸡打败了 一世英明 你毁育鸡 我说政府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风凉话吗 这公鸡在这 你就不烦吗 我不烦 我高兴得很呢 大姐 昨天晚上 我跟二米粒 正睡觉 睡得正香呢 二米粒把我推醒了 告你千万 这只鸡都烦死我了 你赶紧想办法 有鸡没我 有我没鸡 我后来仔细 颠量了一下 我选择了鸡 二米粒气跑了 我太自由了 我重获新生啊 我 我现在气得热祸了 他有什么主意 我告诉你大姐 处理一只鸡 对于我全人风来说 意如反掌 顺风 这事你能解决 我能解决 我也不能帮你 因为那是你的父亲 我的长辈 我不好意思 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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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夫求你 你帮我解决行不行 我实在没办法 大姐夫求你了 大姐夫也有求我的时候 哎呀我自己说道说道 顺风 啊 这么着 啊 咱俩交换个条件吧 我要解决了怎么办 你要解决了这个事 啊 以后你随便坑我 你想怎么坑我 你想坑我 我同意你 成交 大姐夫 他得问你两个问题 你说 第一个问题 啊 咱们家里 谁是颜值担当 你 第二 你是怎么当上的这个物业副经理啊你 我是踏着你的 跟街坊邻居们说 街坊邻居们 我怎么当上这个物业副经理的 我是踏着你的鲜血 踩着你的肩膀 薅着你的头发 当上副经理的 行了 我帮你 这么缺德的事我可办不成 哎哎这怎么是缺德的事啊 不是 你这回不是办缺德的事 你是办了一个好事 我帮你啊 我叫他了 请请请 爸 爸您出来吃饭吧 不吃 爸您不吃 咱们家那只公鸡也得吃啊 爸 爸 人呢 就你们仨啊 原来满屋的是人 怎么自打我来了 只见鸡不见人哪 爸您就知足了 过两天就剩您和鸡了 哎呦 后世大叔 你可是太帅了 刚才你在屋里忙什么呢 写材料 我告诉张警官 哦写完了吗 写着写着我想起一件事 哦什么事啊 大事 什么大事 不会写字 爸 您不会写字 您写什么呀 您告诉人家张警官干什么呀 写 怎么不写啊 必须写 哦 哎 大叔怎么惹着这个张警官了 不就是养了一只鸡吗 啊 这只鸡怎么了 不就是白天打个名 晚上叨个人 到处拉个屎吗 2017年是鸡年 这是鸡强物 你张警官凭什么这么对待鸡强物啊 钱川芳 真是 好孩子 虽然小曲反映你这个人有点歪 我觉得你很正啊 会写字吗 我会写字啊 替大爷写 我写 嗯 来来来来 大爷你说 起来起来 给你兄弟两个座 第一 哎 他执行公务我没意见 但是他态度不好 对 态度不好 哦 爸 人家怎么态度不好了 我这么大岁数 他进门 应不应该喊我一声 大爷 应该 应该啊 他没喊 那他喊的什么呀 哦 他喊我老爷子 喊老爷子不对呀 不对 当然不对了 老爷子是谁呀 老爷子是老爷的儿子 你应该叫舅舅 无亲不叫舅 好家伙叫舅舅 那就是骂人 大叔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小张警官 一进门 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同志 大喝一声 小舅舅 陈队阳 我没看错你 你小子是真聪明 他可比你们俩都坏啊 那倒是 继续学 哎 哎哎哎 第二 第二 他不按规章制度办事 哦 他进屋不换拖鞋 哎呦 爸 你看咱家一地鸡尾巴 换啥拖鞋 再说你没给人背拖鞋呀 咱们没给他背 他自己不会背啊 城里人生活我知道 买房卖房走亲 房友 那人的屋都得换拖鞋 有的人还自己带鞋套啊 哎 一个警察到人民群众家里去 人民群众没给他背拖鞋 他自己不会背一双啊 我们还没给他背手枪呢 没背手鞋 没背对讲机 他来的时候怎么都带着呀 大叔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这个小张警官一进门 左手拿手枪 右手拿手铐 大贺一声小酒菜 把你的鸡尾巴换鞋 天顺分 咱哥俩是真貴贴的 哎 你好 哎 大叔 你刚才说什么 咱什么俩 哥俩 别装空间啊 我们是哥俩 你叫我点什么 叫 叔 叔快写吧 大哥写什么 你还真来了 第三 她喝酒了 警察公务不许喝酒 爸 人小张从来不喝酒 他那天来就喝酒了 要不然他往前一走跟我说话 呛得我这鸡直铺了膀子 这怎么可能呢 好 我知道了 那天小张来我给他倒了杯水 我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酒心巧克力 你看 那就是喝酒了 酒心巧克力里面有酒他不知道啊 大叔来来来 哎呦 这个事可就严重了 我觉得这个信应该这么写 警察小张在办案的时候 酒后驾车 酒后吃饭 酒后打老头 这么写他死定了 你太狠了 不狠了 这样才过瘾呢 这样这封信要是他领导看见了 把他开除出警察队伍 滚 先把你从这家开除出去 不是 我这不是替你解气呢吗 解气也不能这么写啊 我是想出气 但是我不能砸人扮碗子呀 这么大岁数不能干得缺德的事 哎 幸福贤了 我也不高了 爸 您这么做才对啊 爸 那咱这大公鸡 鸡可不能处理 鸡是我的爸 哎 你这 家里有人吗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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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来 哎呦 哎呦 我又管 我又管 来来来 哎 老爷子 你听见没有 都叫我老爷子吗 你干嘛来啊 我让我出几天啊 啊 不是 谁请你了你就来 老爷子 老爷子 我找你来一下 我找钢子车 我找钢子车 钢子哥啊 我回去想了 这老爷子为什么养鸡啊 就是因为 哎 大婶走了 大叔他寂寞啊 对 这时候我就跟我妈说了 我妈说了 老伴老伴 人到老了得有个伴啊 我妈有个闺蜜 哎 这个各方面条件都挺好 人长得还年轻 我不知道 给大叔介绍一下 你们当儿女同意不 我同意啊 我没意见 没意见 哎 我看看 我看看 这照片 哎呦 不错 不错 哎呦 这阿姨长得太好了 哎呦 这阿姨长得太好了 这我爸在什么样子 可以 你爸才在什么样子 不是 不是 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挺合适的 好好好 哎 你坐着 你坐着 倒水倒水 爸 爸 爸 那个 您看 自打我妈走了以后 我知道您 心里边不舒服 一个人寂寞 所以您才养了这只大公鸡 您看我工作忙啊 我又不能经常回去看您 爸 爸 那个 您 想没想过再找一个 咱找一只鸡啊 找只母鸡也行啊 给它配成多少 不是 不是 找什么母鸡啊 爸 我想让您找个伴儿 我想找啊 你们同意吗 我同意啊 爸爸 你晚年幸福了 我当儿子也跟着高兴啊 我这颜值 他找不着合适的 一般人配不上我呀 哎 哎 哎 大叔啊 您有这想法 你早说呀 你看这个解决怎么样 你看看 他这大妹子不错 哎 又年轻又漂亮 啊 人能看得上我吗 哎 爸 您得自信的 您别忘了 您这么多年来 不是一直靠颜值吃饭吗 对 您的颜值没问题啊 我把您的情况跟人说了 人女方非常满意啊 是啊 但是 口话可说前头啊 女方也有个缺点 什么缺点 爱干净 爱干净 爱干净能算缺点吗 哪个女人不爱干净啊 哎呀 爸 我看她跟您在一起不合适了 怎么呢 您看 您天天养个大公鸡 这满屋的鸡毛 对吧 到处都是鸡屎 人家能跟您在一起过吗 对喽 大叔啊 你看啊 这边是您的这只鸡 嗯 那边是您未来的老伴 你得把后面选择一下喽 鸡 老伴 啊 老伴 鸡 老伴 哎哎哎哎 哎 喂 哎 王阿姨啊 您到手去门口了 好好好 我这就接您去啊 哎哎哎哎哎 你不能去啊 你去不合适啊 啊 你们警察的话说 这得当事人去啊 哎哎哎哎哎哎 那连去连去 儿子哎 媳妇 到小区门口跟我接你后八去 走走走 哎大哥大哥大哥 他排我呢 你这人太坏 哎 哎哎 就你不能去 你去准坏事 不是 收拾那只鸡 哎哎哎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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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